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大家期待了很久的2017年總結 2017年總結的部分呢,我會拆成三集 第一集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2017年開架彩妝Top10 第二集呢,會是專櫃Top10 可能混著保養品啊,彩妝啊,唇彩什麼的 反正就是專櫃,全部專櫃我喜歡的前十樣東西 再來還有第三集呢,是開架唇彩Top10 每次我都會有很多很多喜歡的開架唇彩 雖然沒有辦法混到現在這一季 我會獨立拆一個開架唇彩Top10出來 第一個呢,是一個粉餅 通常我不太會喜歡開架的粉餅 因為我覺得粉餅這個東西啊 粉質在開架跟專櫃是有蠻顯著的差異 可是這一個啊,這是VSA的 這一個它粉質雖然說沒有到專櫃的一摸 你就會覺得,哇靠,這好細喔 它沒有那麼細,可是你也是摸得出來 它在開架裡面啊,算是非常非常細的 你要怎麼去判斷粉細不細呢 你就是這樣摸的時候啊,然後搓它 我知道每一個粉都是搓起來很細的 那你搓完之後看你的指紋的部分 有沒有那種看到粉的感覺 它如果沒有看到粉的感覺啊 它就是粉比較細 那有兩種就是你好像搓完之後變沒有東西 那就是超級細很清透的妝感 那另外像現在這一個呢,它就是搓完之後 我的指紋被撫平了 我看不到粉,可是我的指紋不見了 它就是粉很細,然後有遮瑕的效果 那這一個呢,我有拍過影片 我會把影片連結放在這邊 它就是粉很細,然後不乾 因為我不太喜歡開架粉餅的原因 就是通常都會乾嘛 那這個是完全不會乾 然後上上皮膚會有一個馬上很光滑的感覺 就是它,你真的用手掌來搓就知道啊 它撫平指紋 就像你會臉的毛孔啊 紋路會被撫平一樣 你一上上來就整個臉會變得非常的光滑 它這個呢,它唯一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我覺得用了比較長時間之後 它會稍微有一點暗沉 但沒有很嚴重 就是你可能戴妝六七八個小時之後 會暗個一階之類的吧 那我覺得不會說是你肉眼一看就覺得 哦,你這個人早上氣色很好,澄清氣爽了 結果到下班之後看起來變黃臉潑 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暗一點點而已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這個應該也是四百塊左右吧 以開價粉餅來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優秀 再來第二個產品呢 是眉筆 各位觀眾 如果你眉毛一直畫不好的話 你真的要試試看這個 ECEL的眉筆 它是超級好用的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魔法 只要用這個眉毛就會看起來比較正常 因為我的眉毛常常看起來都不太正常嘛 用這個啊,眉毛就會看起來比較正常 它真的很好畫 它筆心啊 我現在畫在手上應該畫不太出來 因為眉筆這個東西 它就是要碰到它臉上有點油脂 就是比較好上色 你這樣畫在手上會覺得 好像就很普通 可是你實際用啊 它很好上色 然後上起來很暈 不會那種東一塊西一塊 然後顏色的那個濃淡非常的剛好 而且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 適合你自己髮色的眉筆 你真的要去看ECEL的 因為ECEL它眉筆出十個顏色左右吧 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專櫃也不會出那麼多顏色 但它就是這麼多顏色 所以如果你像是有染頭髮 或是像我沒有染頭髮 它這個黑灰色也是很搭 那你有染頭髮 更是要去ECEL找適合你髮色的眉筆 那它這個呢 是一邊一般正常的這種筆嘛 另外一邊呢 是眉粉 你可以拿來畫眉頭 因為眉頭可能顏色比較淺 這樣漸層過去 你眉毛會比較自然嘛 然後再來這個是眉刷 就是你可以在畫眉毛之前之後 都這樣子 先順一下你的毛 這個畫起來真的 莫名其妙的眉毛 就會變得比較好看 如果是要認真慢慢畫的話 它就是可以畫出一個 非常完美的眉毛 如果是平常要亂亂畫 它也是很快就可以畫出一個 對我來講是一個比較對稱的眉毛 因為我眉毛常常不對稱 你們應該知道 可是用這個 我真的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畫起來就會比較對稱 然後像我今天也是用這個畫的 然後我今天有點趕時間 也是亂畫 但是呢 很對稱耶 超級對稱的吧 我畫得很快喔 然後它超級對稱 這個眉筆真的是 幽魔法 手殘忍救星 再來是一個打亮 這個是我去美國玩的時候買的 這個是Physicians Formula的 它總共是12色打亮 但其實如果你要拿來當打亮 就直接 你看 它有淺色跟深色的粉部嘛 就直接講淺色的 橫刷 它就是打亮的顏色 它的粉一模是非常非常細緻的 然後打亮不算是那種 會亮到對間那種 它打亮算是低調 可是不會看不到 像我現在臉上這邊 用著打亮就是 它是很細緻 比較低調 很適合每天使用的一個打亮 然後不會讓你的臉看起來粗糙 那我特別喜歡這一個呢 是你看它有深色這一區啊 如果你是要出門旅行的話 帶這一盒就好了 因為它深色這一區喔 你這邊淺色的 混刷 它可以變成 眼影的 眼窩色 有點金棕色的感覺 然後你看這一個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特別深色的 你就單刷這個顏色 它可以是 眼影的 眼折色 然後你再帶一個眼線 你的眼妝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看它 舊的程度 因為我沾粉啊 都會在蓋子上刷一刷嘛 它舊的程度就知道 我非常非常常用它 其實我覺得它不比專櫃的打亮差 這個真的非常好用 它唯一一個缺點就是包裝 包裝很醜 這包裝超醜的 就是那種 老公主風 一個沒什麼質感的蕾絲 然後很厚 它很厚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 這邊是粉嘛 另外一邊是有放刷子的空間 可是它刷子又硬硬的不好用 包裝上我覺得是缺點 但是反正開架的東西那麼便宜 所以有一點小缺點 我覺得完全完全是可以原諒 這個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再來第四個呢 是腮紅 這個腮紅我覺得真的超好用 它是Visee的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 因為這是我去日本玩的時候買的啊 它像那種烘焙腮紅 中間粉是凸起來的 我的色號是RD400 這個顏色啊 非常非常自然的血色感 它刷起來有帶有一點點那種 暗紅藕色的感覺 可是上在臉上啊 很顯白很襯膚色 而且很好暈染 就是你這樣揮一揮 它就是暈染的很自然 不會有那種色塊感 我覺得包裝也蠻可愛的 圓圓的 它雖然厚厚的 因為它底下呢 它有一個刷子 這個刷子呢 我覺得還OK 堪用 它毛雖然扁扁的啊 可是因為你看喔 範圍還蠻大的 而且彈性還不錯 不是那種很像鍵盤刷那樣很硬的 我覺得這個一整組色還不錯 那你如果旅行啊 直接這樣子一個 就可以攜帶了 基本上 我手上有一些血色彩虹 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個 然後它刷起來啊 不會是完全的霧面 它是有一點點撕斷光 我覺得它那種刷起來的質感啊 其實很像 倩碧的小花 但是 可以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我覺得 這是可以當成 倩碧小花的便宜替代版 再來第五個還是腮紅 是 KMAKE的花花腮紅色號是08 這一個呢 是白皮限定 如果你 膚色比較健康的話 我覺得這可能會顯現不出來 它那個 透亮的美感 那它這個你上在白皮膚啊 會變成仙女的腮紅 因為這個顏色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它是帶有一點點粉紫色的感覺 上起來是很青春洋溢的那種 自然紅暈感 這個我真的超級超級喜歡 就如果要裝嫩的時候啊 這一塊 選這塊準沒錯 但它裡面這個刷子 我覺得比較 像Visee那個刷子比較好用 這個呢 它雖然毛比較豐厚 可是暈染的效果不是很好 一樣 你如果要外出旅行攜帶還OK 可是平常在家裡 我建議你都是要用自己的刷子來上 然後這個它還比較特別是 你看它有深淺色嘛 所以你還可以自己 經由不同的混刷方式 疊出不一樣的顏色 像如果你今天想要 淺一點提亮臉頰 你就沾這邊 那如果想要就是重點色 你就可以沾這個深色的 放在你的這個高點 讓你的臉頰看起來就更可愛 那種紅潤感 反正這一個啊 我覺得一樣 以開架的腮紅來講啊 非常非常的優秀 而且我很喜歡Canmake這個系列啊 就是很可愛 上面有這個花花的壓紋 非常可愛 它這個花花壓紋也還蠻紮實的 不會說一刷就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這個壓紋而買的話 我覺得是ok 反正這一些它還有出其他顏色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個 08號 你可以去看看有沒有適合你自己膚色的顏色 再來第六個 進入眼影 我2017年全年最常用的眼影其實是這一盤 喜歡它的原因是 它的配色很好用 就它裡面這樣四條啊 基本上就是四個不同的眼妝嘛 我最喜歡的是它底下這些亮亮的顏色 我沾給你們看喔 開架的眼影啊 亮亮的最容易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它看起來很粗糙 可是這一盤啊 它的這些亮亮都非常的亮 一點都不粗糙 而且顯色度啊 暈染力延展性都非常的好 你們看它那個光澤 它就是一個光澤 不是那種然後一顆一顆的大亮片 就看起來很顆粒感 這個完全不會 然後它這裡面呢 它有這種你看眼線色也有 那你如果要畫眼尾七色紅紅的這種顏色也有 然後像如果你要比較可愛的那種橘色妝容 這一盤橘色非常的好用 然後像這個提亮色啊 我很喜歡拿來拍在眼睛的中間 或是眼頭 它這個 這一盤真的 我覺得它的配色啊 粉質啊 還有它整個在臉上呈現的效果都非常好 而且只是鎧甲的一盤不到一千塊 總共12個顏色 你可以畫好幾個妝容 有不買的道理嗎 這一盤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再來第七第八個也還是眼影 如果你對於顏色的搭配啊 比較懶惰去研究 或是你根本懶得天天畫不同的眼妝 就想一盤打天下 我推薦這兩個 首先來看這個Excel的 如果你是比較低調 非常非常淡妝派 或者是你是上班族 不想要畫的那種顏色太亮的啊 Excel這個SR03是我最喜歡的 它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失手 就是再怎麼手殘這個都不可能失手 你這個畫失手來找我 這真的你看喔 它第一個這個最淺色的 就是整個眼窩 這樣大範圍的圖 就基本上算是第一個眼皮的顏色校正 再來呢這個你就畫在眼褶 比稍微眼褶再高出一點點 再來第三個就是眼褶色 你就直接放在你的眼褶裡面 最後這個深色呢 它就是眼線色 你用裡面的棉棒 這樣子沾 然後就可以勾勒出一個自然的眼線 你每天的妝容就這樣子完成了 那這一盤呢它沒有那種太多亮片啊 閃閃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很低調 或是你是上班族眼妝不能太亮的話 這一個非常非常的適合 那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眼妝要亮晶晶的啊 Integrate這個 它色號是BR693 它這個系列好像有五個顏色吧 我最喜歡的是BR693 因為它的配色最實用 而且它裡面這兩個比較閃的顏色啊 很細 因為它這個系列其實它閃色 我覺得上多了 會有一點點粗糙粉感 我真的非常非常怕開架眼妝有的那種 比較閃的會看起來很粗糙 這個不會 你看喔 它的顯色度 暈染 延展性 都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最淺色啊 它的亮 是非常細緻的 就是一個眼皮上的光澤 就如果你喜歡那種 眨眼的時候眼皮有一個光澤閃動的話 這一個非常漂亮 就拿這個 放在整個眼窩 然後眼褶呢 放這個有點橘金色的 最後這個深色啊 再放在眼線的部位 這一盤一樣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裡面呢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它髒髒的 沾了很多東西 它是眼影底膏 那它的用意呢 是要讓你搭配 讓這些眼影更顯色更持久嘛 它是有這些功能 沒錯 可是你知道它是膏 它們是粉 所以你在沾這個粉的時候 它們一定會有一點跑來跑去 飛來飛去啊 然後它就會跑到這個膏上面 沾這樣 黏住 然後這個膏就會看起來很髒 就是膏跟粉一體的設計 我基本上是不太喜歡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然後眼影啊 我原本是想要講Kate這個 可是我後來想想 覺得Kate這個跟Integrate這個 我還是比較喜歡Integrate這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功能啊 因為像Kate這個啊 它這一個畫鼻影的顏色非常自然 它看起來黃黃的 可是我實際用不知道為什麼 它拿來畫鼻影的顏色是非常非常自然 如果你想要功能更多的話 你可以看看Kate這個 而且它的顏色都還蠻實用的 然後顯色度啊 粉質什麼都很好 反正Kate就是開架眼影王啊 它真的粉質是有一個保證的 但是以配色啊 或是它整個那個閃度什麼來講 我是比較喜歡這一盤 所以如果這一盤的配色 並沒有打動你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Kate這個系列 而且它這個系列比較難得是 它有開架少見的霧面色 這個BR6 它這兩個顏色都是很霧的 這個顏色有一點點珠光的感覺 可是用起來是幾乎看起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霧面 所以它是開架難得少見的霧面眼影 而且它的顏色也是非常的實用 很自然很漂亮 而且你們看它的顯色度 我剛剛隨便這樣摸一下 它顯色度非常好 再疊在這上面 你們看一下這個顯色度 然後淺色的部分呢 拿來畫眼窩啊 加上眼睛的深邃度 都會非常好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開架的霧面眼影 這個我很推 這個色號BR6 再來第九個是睫毛膏 Etude House的 我之前最喜歡的是Kiss Me啊 但是我用一用之後覺得 它比較容易糾結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是有改過配方還是怎樣 我覺得它後面後來用啊 濃密效果不好 而且膏變得太濕 就是一刷起來就啾在一起 然後又沒有很濃 反正Kiss Me那個我後來是沒有很喜歡的 倒是Etude House的啦 越用越喜歡 而且新買的也不會說太濕 它裡面的頭呢 有一個彎彎的形狀 所以你很好去畫到眼頭眼尾 還有眼下都很好畫 然後它讓我最喜歡的一點啊 是它除了Hold捲翹效果很好之外 它用起來是不容易揪在一起的 因為我自己的眼睫毛是毛流有一點亂 我眼睫毛會這樣亂長 所以它刷起來啊 會那種特別根根分明 讓它好好一根一根直直的那個效果是特別好 因為像Kiss Me那個 如果沒刷好它是很容易就亂扭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睫毛是那種很容易糾結在一起啊 或是你刷睫毛膏都很難Hold住捲翹的話 這個真的一定要試試看 它效果非常的好 最後第十個 它不是一個彩妝是卸妝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很喜歡用染唇 可是又很討厭卸不掉的唇彩啊 救星救星來了 這是MISSHA的卸唇妝的凝膠 它擠出來是這樣凝膠狀 然後我的用法呢 我都是在卸妝之前 先把它塗到嘴巴上 它需要一點點時間等待 等了差不多三分鐘 你再把它這樣子按摩 按摩掉之後再用卸妝水這樣擦掉 再怎麼難卸的染唇啊 都可以至少卸掉八成 就這樣一次之後都可以卸到最少八成 那如果你要完完全全卸乾淨的 就是再重複一次 基本上我現在沒有遇到卸不掉的 這個真的是 救星 染唇救星 所以如果你很討厭卸不掉的唇彩 然後又不知道怎麼辦的話 買這個就對了 這個我自己囤了十罐 這真的 真真實實的我買了十罐 這個沒有它我會哭耶 卸唇妝的效果真的太好了 好 以上就是2017年的開架Top10總結 如果你有什麼東西覺得很想要推薦給我 用用看我一定會愛上它 麻煩在底下留言 我有興趣的東西我就去試試看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我還有 專櫃Top10跟開架唇彩Top10喔 掰掰